啊 啊 喂 團姐 怎麼了 夢男 你騎車發忙 你過來幫忙 我撐一下車 啊 你在哪裡啊 嚴不嚴重 不嚴重 就是腳有點疼 我在牛叔家下來這裡 好 那我馬上來 啊 夢男 你這麼慌張的事要跑去哪裡啊 團姐說他不小心騎車翻了 我去看一下 在哪裡啊 在牛叔家旁邊那裡 怎麼啦 我們趕緊去看看 可欣 你沒睡在哪裡吧 沒有 就是感覺口真的有點痛 你老實說還睡到其他地方沒有 是啊 如果睡到哪的話 我們好帶你去醫院看看 省得以後有什麼後遺症 沒那麼嚴重 就你一天做事小心點 你肥不硬 問一把嘴睡到了怎麼辦 我又不是故意的 唐哥啊 你就別說唐姐了 不要整個車就好了 不然啊 如果不說他 他永遠總是都是出心大意的 一天就像跟老車他一樣 話在躲 醫生說你兩句還不能說呢 等等等等 唐哥啊 來我們兩個把這個車抽起來 你來看著可惜 我一個人抽就行了 行嗎 唐姐 你自己還能不能走路 那天走還是能走的 走不了你就別緊張 我來陪你吧 不用 木蘭扶責 我走就可以了 唐姐 那我們走吧 小可惜 你這個不小心用的東西 妖娘 你能不能好好說話 我是人 不是東西 我叫你給我外的事情辦好了嗎 什麼事情啊 請問你是欺了還是boss了 記性這麼差 你整天叫我做的事情那麼多 你不說清楚我哪知道你在說什麼 你小可惜是不是存心想欺負我 昨天你不是答應我去給小發說 我要帶你二叔叔回來玩嗎 你怎麼一點答覆都沒有 昨天晚上你都沒回來 再說了我不是給你發信息了嗎 小發說他不同意 他不同意總該有原因吧 你別在這裡呼籲我 不同意就是不同意呀 我呼籲你幹嘛 一回來就亂發脾氣 我是讓你說原因 不是叫你在這裡嘀嘀咕咕 別扭我聽不到 說你帶一個男人回來不太好 怕村裡面的人看笑話 現在都什麼年代了 再說了再說了 再說你誰敢笑話我 這個我不知道 你自己去找小發說嘛 事情都沒做好 把我買給你的東西 雙倍給我還回來 有時間 你賣給我的東西 我什麼都沒 都在桌子上 你自己去拿 你為什麼不吃呢 不敢吃怕吃了 到時候說不清楚 還被賠錢 唉 唉 堂姐這老婆人要這麼多花黃瓜幹嘛 他說他拿去餵魚 那他為什麼不自己來摘呢 他說沒時間 叫我們摘過去給他兩毛錢一斤 哦 那還可以 反正這些萬的黃瓜也賣不了什麼價錢 對啊 再點賣給他媽 能真一點 酸一點 嗯 也是 對了堂姐 你今天看見婆婆回家來沒有 已經回來了 跟我吵了一叫她就去睡覺了 唉 她晚上不回來也不說一聲 害小發昨天晚上擔心她那麼久 擔心她幹嘛 她出來去找歐叔叔還能去哪裡 管她的啦 我們快摘吧 管她的啦 我們快摘吧 木馬你就別坐在這裡難過啦 團姐我心裡面有好多說不出來的苦 我感覺小發這段時間像變了一個人一樣 我知道的 實在不行你就出去散散心嘛 或者去你媽那裡順便陪陪瑞瑞 我不想去我媽他們那裡 我不想讓他們知道我過得不好擔心我 那你就不能這樣一直看著表妹和小發這樣下去 他們有什麼做的不好的你就要說出來 你不說的話他們永遠不知道 表哥 我終於知道嗓子為什麼老找你吵架的原因了 什麼原因啊表妹你快說 如果我沒猜錯的話 肯定是那個小可星在背後添油加醋 那我得好好去問問 團姐我有事情要問你 看你這個樣子你有什麼話你就直說吧 你是不是見不關我跟我家孟朗感情好好的 小發你怎麼能這樣說團姐呢 我們兩個的事情跟人家有什麼關係啊 孟朗我們兩個都沒在吵架 這次團姐在後面那說話 小發你自己摸著良心說你哪次和孟朗吵架 不是我在中間聽你說好話 團姐你別理他我們走 孟朗你還是跟他在這裡好好聊一會吧 這樣下去也不是個辦法 我先去洗衣服了 我跟那沒什麼好說的我跟你一起去吧 我也有髒衣服要洗 花開的香味 也許已經不為 誰還在意我流下的淚 如果愛要讓淚洗 團姐這個洗衣還挺好用的 不僅泡沫多而且還挺香的 當然啦 哦對啦 今天給大家分享一款十斤的洗衣液 現在有活動 下班力減二十 到時候只需要十四塊九毛九 這個是花香充滿洗衣液非常好用 它不僅便宜 並且一點都不稀 還很濃稠 天然正素精華 護衣防篡色 充滿氣液味 重點是真的有十斤重 機洗手洗都可以用 每次只需要到一點點就夠了 氣污能力強 泡沫也很豐富 用它洗完的衣服又香又乾淨 沒有亂七八糟的添加 母嬰的衣服都可以洗哦 關鍵說現在價格還划算 這麼一大筒十斤 只要十四塊九毛九 每一次啊都用大半年了 料金呢我就放在下方小黃車了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們 如果你們也有需要 就拍一搭回去試試哦 這麼便宜啊 等一下我也要去拍兩大筒回來 放著慢慢用 好木嬰 我覺得等一下你回去 還是要跟小八好好溝通一下 我已經跟她溝通過很多次了 不知道她是聽不進去還是不想聽 有時候我真的挺不想管你們兩個的事情的 但是又看不習慣你身為妻 其實也沒什麼事的 唐姐你不用擔心 你到劳雅的叫到我們叫來 怎麼能不擔心你了 看見我心裡的